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是悬前之夜 蓝绿白三方兵家必争之地 而且不止如此 他们也已经有备案 例如民进党就将赖清德竞选总部前方的北平东路 视为B计划 2024总统大选悬前之夜场地 12月13号凌晨零点开抢 凯道就在府前象征进军总统府 也因此蓝绿白首选都在这里 除此之外 绿营熟悉的造势地点北平东路当备案 也已经借好板桥第二体育馆 国民党则抢下板桥第一运动场外广场 民众党则将立院旁进南路 跟新庄竞选总部前方 视为备案 当然凯道大家都会去抢 网路申请为主 所以他可能会有城市上面 看水手比较快 也会抢票一样 所以每天晚上都有一大批的 我们的志工朋友 他们其实都在电脑前 我们除了借完之后 还有影响人家借不到 这也是他们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们 我们的规划的地点 那因为我讲完了就被人家抢走了 从党中央全国进总 都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那抢手快 那更重要 其实也需要一点好运气 兵家必争之地 当然凯道是首选 也预作准备的其他plan ABCD 悬前置验是各党展现 陆战实力 拉台士气的关键场面 三方阵营不敢大意 民间党出动党中央 外将全国进总快手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绿锦炉亲自到网咖墙场地 科文哲办公室也派出同仁 守在电脑前选前黄金之夜 谁能成功入主凯道第一选择 比手速也比运气 下集团成军的朱树军 才会报道